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城有故事 人生有百倍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小城故事 我们的小城故事自从开播以来 结识了许多武术界的朋友 在一朝一世中 武术的博大精神在慢慢的展现 在一代代习武人的坚持里 武术传承的是一种执着向上的精神 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 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中 一套罗家枪法 受到了武术界人士和评委的广泛关注 据传说 这套枪法是评书随堂演绎中 排名第七的英雄 罗承使用的枪法 从来又不外传 最后 这套枪法荣获长器械第二名 他叫刘乐明 1971年生于仁秋市狗哥庄黄兆村 他九岁 便带在阴阳八盘掌第五代传人 武术名家罗永山先生的门下 学习武术 毕如哥哥 把罗永山师傅接到家中 成立了仁秋市黄兆村武术馆 因他练功刻苦 并和师傅吃住在一起 深受老师的喜爱 把密布外传的阴阳八盘掌 和罗家枪法倾囊相授 1995年 刘乐明因为要在熊县开办公司 由我市迁居到河北熊县 拜当地英照藩子权第二代传人 武术名家陈正才先生为师 1997年 乐明经北京弥祖权武术大师张一鸣介绍 拜在了花拳第三代掌门人 宋志平师父的门下 乐明练武对器械比较拿手 罗家枪 八卦刀 什么带钩的 带刺的 带刃的 都能练上一两套 我都能练上一奏 落下 爹 还没 小石 都能练上一奏 原则 我都能练上一奏 好 我都能练上一奏 小石 斜大 —被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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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膝,相扣,相抱,撑,正八字,吸的距离一全血,然后,斩开,从头顶心,开始,着部放松,头顶,颈部,胸部,腰,胯,吸,你看,两膝,相抱让它自然往里面放松, 把这个半子往前顶,手指往回收,对,对,对,肩部放松,按着咱那个口诀,逐个刺,去把每一个部位,到位,到位, 在这个中心脑呢,我练的也是,推脱去,推脱去,推,被羊脑,脱,这是阴阳, 因为咱们阴阳,八番长,处处比较多,阴阳,包括计法和打法,你看,在用,伸法是斗的是,斜出,正路,进身比较快, 你比如说,三俩要对敌,是不是,你,你进攻我,你打我,你看,我用这个东西,让它看上什么时候,来,进攻我,打, 哎,我在哪里头部,我直接都是这么快的,这么到,已经从下都到了,是吧,你再有,用打法,你看,哎,进攻我,打,哎, 不是,直接都上去了吗,不要你头部,回去就要了,不要你软肋,还是一进身就倒, 是不是,所以说,咱的这阴阳八番的风格,要体现出来,嗯,一个是,斜出正路的,身,一个是,推脱的进去, 叫做,你说,我进攻你,你用这事,来,来,进攻,啊,走,哼,哎,好,往这事一定要掌握住,行吗,嗯,今天呢, 我再给你走一个手法,接腿,反应打,这就是,注意,来,来手,打,走,哼,那,这样的打法,是吧,不要,不要去你下边,不想走上,有上才会有下,明白吗,这事,去的阴影,可以,看明白吗, 乐民公司的业务很忙,但不论多忙,他都要出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到他们师兄弟们自己的练功厅去练功, 前几年,他套子活儿练的比较多,这几年,他提高了队伍术功力的认识,每天都要打掌板一千次,铁砂掌一千五百次, 应照提弹弹弹弹三百次,应照插透弓一千五百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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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所期练的营养八方长呢 属内加拳法 是一门内外建修的工坊 中华说得好吗 练武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营养八方长正是这样的好的功法 他以内修为主 用于养生 通过装弓打通大小中午前 练成丹丹剑 可以百病去除 用在外形上来说 内向而外撞 通过操受的练习 比如说 台阶铁刹掌掌板 营养工的练习 可以达到内外合一 气力合一 乐民练功的那股刻苦劲 玩命劲 他的师兄弟们都发自内心的佩服他 郭月静 四十三岁 生于河北省雄县常庄村 他学过太极 练过摔跤 刀枪剑棍 无所不能 内功 内功 外功 运功 样样精通 他手中使的这条枪就有二十三斤 因为这个练无数 非常讲心情 就是你连的时候要行警 行警才能把功夫练好 就是有的人为了老连不好 就是他不能做的行警 乐民这个师弟呢 非常的用心 连的每一招每一事都用这个 跟着个人的全部心思去做去 好比是铁厂长吧 咱们铁厂长一开始是在二十下 打五足 这么大 然后在踏踢 这么大不这么大了 再一次 马不沦庄 一次 一千下 还有我有点吃不消 实话实说 就是一开始吧 我给人还脱点了 踏踢一点了 我给他数五 我得数一千五 我说你别跟我说 我就是这么弄的 我也是 我也是弄什么几百下 他能做一下呢 我就说 弄了一千下 那一开始 就是打次做一千下 乐民的提议 行 做一千下吧 踏你每次 我给他数着 做一千下 我又说不数着 就像一边坐着 这么偷着 看着给他数 这不数数着 他也做一千下 但是呢 我有点 打着打着 我就不能了 他手一疼 你手这么 一有点 那个 疼的感觉 就不做了 咋不是 每一次都把手 都打中了 师父对乐民 是喜爱有加 师兄弟们 对他更是又惊又怕 那么在师兄弟和乐民之间 又会发生 怎样的故事呢 下周精彩故事 我们将继续为你讲述 好 今天的小城故事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小城有故事 人生有百味 观众朋友 你好 欢迎您收看 这一期的小城故事 上期呢 我们为您讲述了 习武人 刘乐民的故事 今天我们将继续 盘向阳 四十六岁 生于河北省雄县大部村 练过中国式摔跤 学习过太极拳 螳螂拳 帆子拳 鸳鸯拳 多种权术 多种权术 乐民吧 是我的四十地 在练功方面吧 可以说是 最刻骨的一个了 不管是晚上 拜天 这个用功 用的事件 比一般 那么几个都唱 只是从这功力方面吧 也是下功最深的一个 李伟 33岁 仁秋市 阴阳八盘长 研究会理事 现就职于 仁秋市火车站 乐民是个 平常 练功非常刻苦 在我们摄影店当中呢 也是数得着的 我觉得我平时练功 这些很刻苦的 但是跟他比起来 那是远远 差得太远 有时自己这个思 这个也有懒惰思想 所以工作忙了 有一些个 家务事了 哎呀 我说算了吧 今天都不练了 越松懈 越不想练 可是有时候过来 看他练功 简直对我 那就打了 这么一记 强行者一样 看人家练功 那太太刻苦了 简直跟人家没法比 这个 太值得我学习了 这功力 在我看来 他有个不张金吗 开 好 好 好 乐明这几年 由于十分重视功力的练习 他的功力大尽 每次师兄弟们和他过招 还真有点发怵 生怕伤到自己 好 行 在冷冰卸时代 武术产生于战争 来源于国际 中华武术的精粹 九十几天 别想打坏了 你打你这 打你这 知道了吧 我下哑你 然后你再想打坏了 你这一掌头 他拉 来 其实 中华武术啊 最高深的境界 就是波及 与积极 它以积极的形式 展示给人们 这一种技术手段 这就是武术 现在社会上啊 所练的这些个功夫啊 都以套路为主 以表演 参加比赛 各种形式 去展示自己所学 所练的这些个东西 失去了真正传统武术的 风格和风味 你看目前国际 国外 对中国的传统武术 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比如说我 北京的一个师姐 从国外 加拿大回来 他在那边是 专业的武术教练 去了这么四年 回来了 但是就看到 人家说 现今的你们中国的武术 已经变质了 变味了 不是我们所认识的 你们的中国功夫 是一级的 是高深的 因为什么 你们中国的武术 以演练为主项 表演呀 像都发生成什么 跟头啊 旋子呀 成为体操性质形式的了 而不是用于技机 波机术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们如果学 就学你们的传统武术 传统武术 乐民的生活很单调 除了公司的业务 就是练功 但他却乐在其中 每年出去参加武术比赛 成了乐民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周围的朋友不理解 说他得那么多奖 排动书有什么用 不当吃 不当冲 钱不少花 但乐民自为所动 照常去参赛 我认为这是比赛 就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通过比赛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点 发现了人家 各门各派的创促 可以提取重价值所长 把自己能够更好的进步 和提高自己的 对武术的层次 记者到熊县拍摄 正赶上中央舞套 体育频道体育人间栏目 到熊县拍摄乐民的师傅 应找藩子权第二代传人 陈正才先生 乐民到师傅家看望师傅 看看有什么需要 他办的事吗 然后这几天 中央电视台再过来 为赛拍撞题权 你可别累了 看着你太累了 这是个好事 拍撞题权 心情非常舒适 非常儿子 非常好心 平时感觉着 自己还是学的这些东西 不太充实 不太充实 就是从这个真正的寄줘 感觉上 还是差一点 嗯 你说 这些 这个主要量量ோ � nesse 靴的还是多 但是 少砱耳量 少砱多 还有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堕实的 还能入室再往安 如果学得多,练得少,我们永远会是在数量很大的。 往往是常在一些老婆经常讲的,不要贪助,学得越多也好。 所以学得就是败了。 到外来说,学得越少也好。 再过去你老先生 你这一年就是钻这套箱就打这套箱 打这上去上去上去 坐得把这个枪上搭好了 在学那个地方 无论的人太多人都能去 太多人 哪个都弄不好 如果回几十套 几百套 你搭哪个 你都搭不好 哪个都不好 我做回这一个套路,过时我做回这一个手法,这意思就是套路是套路,手法是手法,经常说是进法,进手是进手,套路是在比赛,我是表演,搞什么娱乐活动,搞什么活动,我就是这一套, 咋玩的手法呀,枪的,玩枪的,玩枪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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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乐民由于练功勤奋,为人珍诚,孝敬父母,尊敬师父,对师兄弟们更是情深义重,所以他深受师父和师兄弟们的喜爱。 哈聪拜师以来,练功是非常的科普,这个学习非常认真,都可以说,在他们这个师兄弟当中来讲,顶着一个最不错的一个徒弟, 一是练功客户,再是为人出世,相当义气,他这本人来讲,总的来讲,体名都好,这个人,所以说呢,我非常赞佩他,也挺,也非常喜欢他。 在刘乐民身上,我真正的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对师父,非常之尊重,对他家的父母,非常之孝,这一点,我非常的在意他,而且也非常敬佩他,他身上,有我身上,有我所学的东西。 我跟刘乐民,那么兄弟这个人呢,就是从说话,接触,到练武,到,到上一块,办事什么的,这人非常的正直,这个,一是一二是二,而且,从来不说,跟人家这个争吵,争吵什么,不说为命为敌啊,对这个,个人的这个,私利怎么着怎么着,都是想,想把别人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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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着去,不把个人考着,欠着去,这是我, 我跟刘乐民族的一块,挺佩服的那个,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以他人这个利益为,为最高,个人的这个利益呢,个人的这个呢,在厚,在最厚,所以这个品质还是,挺高手。 这一天,两个孩子都放了架,但刘乐民还要指导他们刻苦练功,他常教育两个子女,要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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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子女。 要练武,不要怕苦,要练功,不要放松。 你看,马上,下,下,下,这地方,这种经历,是吧,拆开他, 耶, 他叫尚晓玲 是龙心达指数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 是乐民的妻子 也是乐民的贤内助 他们两个人阴舞结缘 所以他对乐民练舞特别的理解 特别的支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武术二级裁判员 北京市武协英首权研究会副会长 任秋市阴阳八盘长研究会秘书长 雄县武协副主席 多次在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奖 并多次在国内中国武术大赛上获奖 乐宁对自己取得的成绩从不看重 他看重的是学到真功夫 他拜明师 访高友 是为了取百家之长 百炼成钢 把古老的中华武术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并在全世界发芽光大 他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很长 武术传承的是一种执着向上的精神 一种与自然相容的和谐之美 武术的每一个招式 经过岁月的积淀都会成为一个悠长的故事 好 本期的小城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 下周精彩 我们下周继续 好 感谢收看 下周见